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我是外局人士 来中国的投资者 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通知大使馆和律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大总 你去找秦池了 你的人已经在这儿盯着了 那当然 他要是跑了 我可耽耽不起啊 好 能不能给我一个小时 我有些话要跟他聊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请他喝顿酒啊 就算你想 他估计也没这个心情了吧 毕竟搭了这么多年的班子 就当给他送送刑吧 江总 秦池涉嫌贪污受贿 数额巨大 市里已经批准 近日起对他实行留置 相关办人员已经读成去加拿大了 他的老婆孩子还想紧一遇时 那是没门了 好 一个小时后 你来人把他带走吧 那行吧 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 怎么是你啊 不请我进去坐一坐吗 进来吧 坐 码头一出事 我就知道我走不了了 小天 我刚来东洋港 就赶上玉带号陈城世界了 那个时候呢 你觉得你自己的位置 被我这么一个外海人给炸了 就报病在家 对我夜而不见 现在想一想啊 好像也就那个时候 咱俩好好喝过一顿酒 这一上来就敬酒 看来是送敬酒啊 好 圣者王侯败者寇 你这个胜利者的姿态 我怎么看着就不顺眼呢 老秦 你不是一直都看我不顺眼吗 我们两个的价值观不同 追求的人生目标也不同 你的这套 成者为王败者扣的理论 我先不跟你争辩 我这次来 就想问你一句话 有什么事说吧 你在东江三十几年 卢市长视你为东江港的 功臣良将 说实话 前些年查办丁氏集团 违规收购没码头案件的时候 我对你产生过质疑 那个时候卢市长对我说 秦池 是个有原则的人 他不会做违背党性 违背原则的事 可你却辜负了他这份重要的信任 你收受孟建荣巨额的贿赂 你放任他在重要的防风低的项目上 偷工减量 老秦啊老秦 那年洪水来的时候 要不是我们抛石护堤 不是老卢叔用命勘探出险情 整个没码头 甚至东江港 都将万劫不复啊 别说你是一个国家公职人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千里多肯拿 你良知何在啊 我承认 我是收受了孟建荣的钱 可是当初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也是尽亲尽力啊 谁不知道防空低的重要性 他图工减量挣的那份钱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老秦 你这道口子不开 那朱三才敢跟孟建荣同流合污吗 那孟建荣是这么大胆子 明目张胆地用劣质材料 老话说 身后有余望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东江港带你不保 你如何在这条道上一直走到今天 回头 怎么回头啊 当初防空低的质量上出现了问题 你敲战正虎 我不知道 我能听不出来吗 可是我又能怎么样 我也是没办法 就算是我收手了 像孟建荣 朱三才 赵大夫 他们还年轻啊 他们的脸才之心比鲸鱼的口还大 如果要是因为在我这方面 让他们利益受到了损失 他们随时可以反过来咬我一口 还有那个丁怀 如果我不配合他 他有的是办法成果 我能熬到退休 跟我的妻儿去团聚吗 老秦 这不能成为你贪婪的借口 究竟是他们威胁了你多少 还是你自己主动的成分有多少 我相信法律会有一个公平的衡量 你的这套说辞 是为了欺骗别人 还是为了欺骗你自己 最后都会有一个答案的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当年玉台号的陈船事件 就是丁怀一手炮制的 这么多年你一直当他的帮凶 你给妻儿的每一分钱 真就花得这么心安理得吗 秋和 我的老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放下的就是我老婆孩子 这件事情都我做的你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老秦 他们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再自习其人了 你的这点工资 怎么支撑他们在加拿大那种 优越的生活 好 反贪局的同志已经去加拿大了 支交财产是肯定的了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喝酒的时候 我说我为什么接东江港这个烂摊子吗 我说我怕东江港倒了 我无言面对我爸 时至今日 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 我不负出席 可你呢 先说 我问你一句 九泉之下 你想好怎么见我爸 见老卢输了吗 我咋得是你啊 我咋得是你啊 江河同志 时间到了 字幕志愿者